2016年1月初朝鲜清淡试验后,中国核安全局的检测人员在长白监测环保部官网拍摄时间不详。 被指示长白移动公司的档案透露,官方正在为朝鲜难民营进行前提通讯保障工作,知情人提供拍摄时间不详。 国有通讯公司流出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国正位位于中朝边境的长白线五处朝鲜难民安置点进行前期的设置通讯系统,但当地政府否认有设立难民营的计划,而当地应急办正在追查有关文件外泄的源头。 黄小山林国立报道,这份在周四7日流出文件据称是一栋通讯长白分公司的内部文件,指长白县政府你在沿江边境18道沟以及位于14道沟的机关拉子等地设置五处难民安置点。 文件表示,该公司是因长白县政府要求负责安置点的通讯系统工作,并已于本月2日进行现场测试,发现其中三个地点的讯号覆盖差,其中两个更无法提供正常通讯。 根据文件的行文流程显示,文稿拟定人为金卫东,签发领导魏高飞,本台记者致电金卫东,但他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听,而长白县一栋公司的多个电话号码亦一直无人听。 位于15道沟边境线的商家对本台记者指出,目前他们没有听说任何情况,当地还没有禁止游客进入,目前专门向游客开放的酒店是正常营业。 本台记者致电专门负责危机处理的长白县印记办,该办公室人士称他是新来的,不清楚情况。 他说,我是刚来上班的,我不清楚这事,我怎样能给你答复,我们旅游,我们生活都一切正常,你说这个事,我不太了解。 而长白县政府在回应本台记者访问时表示,没有设置难民营的事,他追问记者从何得到这个消息,并指这可能属于企业自己的行为。 他说,我想你们的来源是从哪来的,我刚才搜都没搜到呀,刚才有人打过这个电话了,根本就没有的事,你们打这个电话,你们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些消息呀? 长白县一栋网络通讯公司,先发人是高飞吧? 这个,文世界转的还是圣腰的,那属于他们的个人行为,跟政府没关系。 我乍觉得,那是那个中国移动白山分公司整的那些东西。 长白县应急办一位名叫少祖国的人,其后多次打本台记者的电话,只希望和本台记者沟通,了解有关文件最初的来源。 少祖国说,不是紧张,我们需要何时啊?我们再追根溯源啊?我暂时跟你吧?先沟通一下,你这个文的全文能不能全给发过来? 我只能看到第一页,后续的我看不到,第一,没有任何的公章,第二,没有顺腰太大说服力,你给我发个连结,就是这个文的连结,你有没有,我们就是查你这个讯息来源吗? 在被问及他们之前,的应急预案中,如何处置和线漏和朝鲜难民问题时,少祖国表示,即使作为应急办, 很多内容也只有高层领导之情,少祖国说,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设置南民营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预案,关于圣邀的应急预案,那属于高层领导能接触到,我们恐怕是接触不到,有些东西你不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吗?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这样子吧,咱们先这样吧,我把这个情况汇报到上一集,看需要圣邀处理吧。 根据中共官方早前的报道,朝鲜每次核事之后,国家环保部和安全局都在长白县边境进行一系列紧急环境监测,而应急指挥部议设与长白山管委会二道白河镇又正。 据显示核污染和可能爆发的朝鲜难民问题,中国方面最为关注的两大危机,但至今为止,因官方担心会引发全面的恐慌和社会失控。 有关的讯息都被官方严密封锁。